溫柔的心態、言語和行為 有些人的錯覺以為溫柔代表 女生在男生裡的就是溫柔 其實溫柔是可以 健碩的男人都可以溫柔 在柔和、謙卑 而不是粗魯 溫柔的相反是粗魯 挖累脫、激氣怒吵 很容易罵人、傷害人 其實粗魯的生命是造成很多破壞 其實很多家庭 為什麼很多基督徒的家庭被破壞 都是因為粗魯 容易說傷害的話 容易擊人 也容易被人擊倒 裡面有非常強烈的情緒 希望這個信息幫助大家 能夠有一個柔和的心態、言語和行為 首先我們了解一下 為什麼人們會這麼容易奮恨和粗暴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因為很多人被人罵、被人擊殺 被這個世界傷害了 心裡裝了很多炸彈 很多憤怒在裡面裝滿了 所以心裡很激憤 隨時爆發好像火山一樣 因為又不喜歡這個 又不喜歡那個 在心裡一直很激怒 其實我們有不喜歡的時候 我們是應該處理的 當然有些人處理得到 首先是處理內心 就是我內心不用受影響 接著是處理同一個人的關係 但是處理關係都有不同層次 因為有些人是可以處理到的 即是關係好的 或者這個人開放是可以處理到的 但是有些人的關係是處理不到的 因為他很固執、很固執、尤其是不信耶穌的人 或者信耶穌,但也有很固執的 其實也很難處理的 那些人有時我們都需要放手 這也是處理方法之下 即是他說什麼都好 我也是很平穩、安靜地跟他相處 不讓他氣壞 這也是一個成熟的表現 我在網上看到這些東西都有 粉絲、疾俗、大賽 臭蟑螂杯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上傳一些影片 去Facebook那裡的討論區 就是表達你的那種憤世質 嘩~~ 就是憤怒 有些這樣的東西都有 有些人裡面是裝滿了憤怒 大家鬥憤怒 其實這個世界 其實很多人都有一些很奇怪的事 他們說什麼呢? 哎呀老闆啊什麼事啊 哎呀同事啊 那些女人叫做表子 其實表子的意思就是妓女 就是說這些女人 哇好慘啊 好衰啊 一些渣男啊 哇這些 真是人渣來的 或者是假閨密 閨密通常來說 就是指 通常本來就是女性和女性之間 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不過都擴展到 總之不同的友誼 就是本來是好朋友的 不過原來又出賣他 又做了一些傷害的 就是假閨密 在他心裡 哇~~ 很生氣很生氣 就是有些人 他完全沒有這個心 把這種憤怒放下 也有時基督徒 就會不知不覺地 就生氣了人 都不知道的 那麼也有很多人 為什麼會這麼粗暴呢? 原因是因為他以為 罵人是更加有威 罵人罵得很爽啊 很厲害啊 也都看著人 學了別人的粗暴 就跟著 譬如你父母是很容易罵人的 你跟著的方式也不知道 罵也有很多種的 有些人說 我沒有罵你啊 不過呢 總之他的語氣 或者他的內容 都是令到你覺得不舒服 已經不是溫柔的了 所以我們求主幫助 其實基督徒 有一些基督徒的粗暴 就是你都不祈禱 你都不愛神 你都是 你的生命真是懶惰 真是沒有什麼發揮的 這種方法其實是令人不舒服的 我們可以說 其實神有很多恩典 神很喜悅 我們發揮生命 當我們發揮的時候 神就祝福你 神又給你力量 神又賞賜你 又祝福你 提升你的生命 這就是一個很特別的 推動我們能夠平安喜樂 在這個訊息結束後 我會有一個極之重要的分享 即是我們會先結束 這個分享是關於神 為我開了一個很特別的 侍奉的路 亦是大家可以投入去參與的 先看看 回到上一幅 你看看下面的圖 那些人 負面的時候 他的表情也變成負面 即是那個人 其實變成醜樣了 如果你不想醜樣 你就不要太多憤怒 大家有沒有發覺 那些容易生氣的人 的樣子真是醜樣了 即是面目橫生 那些開心的人 他的面目是 給人一種舒服的感覺 而人的罪性和神的本性的對比 聖經就講到聖靈的果子 人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不過很多人是什麼呢 就不是人愛變成自私 又不是喜樂變成低沉抑鬱 又不是和平變成煩亂 又不是忍耐急躁 又不是恩慈變成殘暴 又不是良善變成邪惡 又不是信實變成失信 又不是溫柔變成粗暴 又不是節制變成失控 即是大家看手機 或者你想做的事 看影片有沒有失控 我們都反省一下自己 神其實真的很厲害 他面對很多惡人 很多不聽話的人 其實很多基督徒都很惡 都不聽話 不過神依然保持他的溫柔 神真的很厲害 他幫助這些人 其實這些人對他 都是很多不好的說話 很多人質疑神 又說真的有些人這樣說 這不是基督徒說的 天堂是很悶的 經常都是讚美 去地獄更開心 我可以派對 這樣也有人傳播這些信息 其實是很騙人的 神面對這些人 但他依然會用方法去感動他 希望他會信主 即是耶穌說到 我心裡柔和謙卑 很溫和 又謙卑地服侍我們 我們怎樣不聽話 他依然會慢慢感動我們 其實我們一世人犯罪 犯了多少次呢 這個禮拜 你激氣勞嘈 說的說話 得罪人 或者沒有全心愛神 已經是罪 沒有愛人 已經罪了 一個禮拜犯了多少次呢 以前還犯了多少次呢 但神依然如此柔和謙卑 去幫助我們 而耶穌說的說話 很重要的是 你們當負我握 學我的樣色 你們的心裡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握是容易的 我單是輕散的 神面對很多困難 但他是很輕散的 所以事奉是可以很輕散的 可以很輕鬆的 越事奉越開心的 我自己來說 我喜歡講到 我講到 聖力的能力流過 是很開心的 而且這裡講到 耶穌是怎樣的 在前書二章二十三節 他被罵不還口 受害不說威嚇的話 只將自己交託那 按公義審判人的主 神真是非常溫柔的 而聖靈的果子 我們這次特別講到溫柔 就是在神裡面溫柔 想溫柔 首先要清掉垃圾 那些憤怒 那些激氣的爐槽 要清掉 我們才能夠有溫柔 那很多人為何這麼容易激氣 因為他相信了很多謊言 那些謊言 那些謊言是甚麼 人家罵我當然要罵他 不罵他 他豈不是很便宜 令他覺得可以任欺負 其實有些人 有些人跟我說 耶穌師你不要被人欺負 你這麼溫和 人家會欺負你 人家會騙你 真的有些人跟我說 他以為我溫和 代表我 很容易被人欺負 很容易被人欺負 很愚蠢 我真的 最近有一個人 因為我跟他說這個事 我們都分辨很多 他又告訴我 這個人知道他多些 我去問那個人 他也是說很好 其實我們剛剛昨天去探望他們 看到他真的很真心 一會兒我會讓大家看到那些影片 說那些小朋友的見證是非常好的 他們的生命改變是非常好的 但那個人 他就說 你忍著被人欺負 我們看完所有的跡象 都不是被人欺負 他真的很真心 很毀身 我回答了一句 我說你不要以為我是很愚蠢的 義務司是柔和 但不是愚蠢的 我不是任人欺負 我會分辨人是甚麼人 還有有些人相信 人做錯事當然要罵他 其實越罵就越不聽話 其實他做錯事 你就引導他 你覺得你做的事情是怎樣 你可以首先說你是很寶貴 經常都被人覺得他寶貴是重要的 是會提升的 你想怎樣寶貴 你想寶貴 你想生命怎樣發揮 你想生命這樣發揮 你如果這樣懶惰 放棄 低沉 會帶來甚麼結果 真的會幫到人 例如我講到這個事工很特別 他幫到小朋友 是經常打手機 玩手機 還有讀了六年級 都懂得三十個最淺的字 哇 這樣的小朋友 他都可以改變 這真是一個很大的神跡 真是神給他很大的恩事 就是說 他做錯事不用罵他 他又懂得哄他們 又懂得教他們 所以一直改變 所以我們不用用罵的方法 不合我心 不合我心 就要針對他 這個人 哇 跟我敵對 這個人 你越敵對他 越跟你敵對 所以他跟我敵對 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被他影響 但是敵對的人 當然我們考慮 是否要跟他合作 我們要分辨 譬如 有人覺得我生氣 就要 哇 你這首歌 可能已經聽過很久之前 可能有些人還沒出生 什麼踢爆汽水罐 或者聽過 其中一個歌詞裡 有一句 你有沒有聽過這句 是的 是的 即是說到那些憤怒 還有有些人 醫治憤怒是什麼 用枕頭來打 假設這個就是 你最討厭的老婆 或者老公 或者兒子 或者岳母 或者岳母 你就打他 打了 你打了 打了 這個其實是一種 真是有人敢做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些事 好了 還有不和諧 我就不開心了 其實 當人有這些錯誤的 謊話的時候 有什麼後果呢 人際關係越來越差 越來越不能合作 不能解決問題 問題更加嚴重 生命被破壞 所以我們就說 越溫柔 越有果效 是不是 越溫柔 你和旁邊都說 越溫柔越有果效 越溫柔 哈利路亞 好了 但是有些人很不服氣 哎呀 很不值得 他真的令到我損失很多 他令到我損失很多 但是人越不服氣 就越損失 其實這件事很 就是很 heradoxical 就是很矛盾 就是越不服氣 就越多破壞 神越不喜歡 就越辛苦 就越不能夠補償 但是如果我們 神知道一切 我們越放手 祝福人 神就越補償 因為愛神 神就為你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的恩典 我們也知道 其實人的怒氣 第二個經文 雅各書一章二十節 人的怒氣 並不能夠成就神的義 怒氣是不能夠成就神的計劃 所以用怒氣的方法 是沒有什麼作用 不過有些人 侍奉神 都會用怒氣來罵人 其實果效並不是好 而溫柔的人是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為什麼承受地土呢 就是神會擴張你的領域 擴張你的領域 令你能夠開廣你的生命 你的侍奉 你的影響力 去祝福更多人 擴張你 並且叫你成價地的高處 以耶穌為樂 神就叫你成價地的高處 若娜就很激氣 很激氣 因為尼尼尼尼人 他們這麼壞 他們一悔 那天神就不懲罰他 他就很激氣 神用了一個實物教材 做了一棵碑麻給他 因為他做了一個棵 碑麻在山上蓋著他 他很舒服 誰不知那個碑麻死了 他一天很舒服 第二天碑麻死了 他曬得頭都焦了 因為他看著你 神是不是要懲罰你 神就跟他說話 神就跟他說 你因為這棵碑麻 發怒合乎你嗎 他說我發怒到死 都合乎你 他很激氣 他對神也很激氣 不過若娜也很順服 為什麼呢 他改變之後 他寫回他自己的說話 你想想一個先知 先知會寫回他自己 罵神的說話 我生氣到死 也對 然後說 這棵碑麻 又不是你種 又不是你培養的 一夜發生 一夜乾死 你都這麼愛惜 何況來來未成 這麼多的人 你就不愛惜 神就讓他看到 其實你最緊張的就是自己 人家罵你一句 人家激怒你 人家對你面色不好 你就很激氣 但是 很多人很慘 我們就沒有去想 所以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有這個耐性 你心裡發自耐心的耐性 你就會有溫柔的心 處理怒氣如何處理 現在先清垃圾 待會說如何建立溫柔的心 雅各書一章二十節 因為人的怒氣不能夠成就神的義 首先 你想生氣 想罵人 第一件事是祷告 平靜的心 或者喝口水 或者出去走一圈 想著罵人 就真的會破壞 很多人在乘怒之下 就說 我要離婚了 我不要你 你這個什麼什麼女人 你呢 用了一些最不好的說話去罵他 罵完之後 回不了頭 可能後來就後悔 其實自己先做壞 但是自己又發脾氣 那就破壞了 所以先平靜 例如你上班 有一個人令到你生氣 你就先不要跟他發怒 然後自己先平靜 如何處理 兩個事情 一個處理內心 一個處理事情 和人際關係 分開處理 第二 找出怒氣的來源 是別人或者自己的問題 有些人很容易發怒 為什麼呢 被人罵得多 被人傷害得多 被社會 覺得好像社會受很多傷害 於是裡面是有計時炸彈的 這個計時炸彈隨時爆炸 我不知道大家 有時候有些憤怒 在我來說 我經常都感謝神 神真是好 神真是祝福 神真是開樂 我經常都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裡面是輕鬆開心快樂 我什麼事都享受 我享受事奉 我享受幫助人 我感謝神 那就沒有什麼怒氣了 所以希望大家都找出怒氣的來源 第三 要處理 知道的來源要處理 接受人都是有怨若有罪的 那些人被人傷害很多 所以他會罵人 不用那麼緊張 問問問自己 發怒可以 發怒帶來什麼後果 是不是人際關係好一點 其實沒有的 什麼都沒有好多 第五 人家不好 我發怒 問題越來越大 第六 事情不順利 我發怒更加不順利 譬如有個人 做工很激氣 接著發脾氣 結果是炒魷魚 炒魷魚 接著找工作 更加難了 第七 我遵從神 神會祝福 所以我不用發怒 神會祝福我 第八 用柔和方的處理問題 神更加歡喜 所以 這個就是在裡面的處理 處理生命很重要 有些人就不是 我奉耶穌明 這個發怒的靈要離開 這個暴露的靈要離開 是不是說了這個靈 就會平穩安靜 其實一定要處理內心 建立同神的關係 和處理內心世界 好了 最後 講到如何從心底處有溫柔 變得溫柔 溫柔的女性更加容易 有一個溫柔的丈夫 溫柔的丈夫 更加容易有一個溫柔的太太 所以我們就去想想 我們怎樣能夠溫柔 或者溫柔對人 亦是更加有好的朋友 周圍的人都會喜歡你更多 你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一節 為什麼我們可以溫柔呢 因為神掌管一切 神搞定 沒有人能夠害到我 你尊大能力 榮耀 強盛 天上地下都是你的 國度也是你的 你為至高 為萬有之手 豐富尊榮都是從你而來 你亦都治你萬物 在你的手裡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在神裡面 祂有能力 祂能夠令到人尊大強盛 我們都可以給神使用 去成為尊大強盛 所以沒有人能夠害到我 沒有人能夠擊傷我 沒有人能夠搶奪我的恩典 這個很重要 你看看左下角的圖 一隻這麼大的腳 有多大的權勢 要壓在你那裡 很輕鬆地站在那裡 不要緊 有神幫我 什麼都不用怕 這兩句經文都是很寶貴 如果你經常都激氣 你就念一下這個經文 羅馬書八章三十一節 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黨我們呢 有什麼人能夠敵黨我們呢 詩篇一百一十八篇六節 有爺華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不用怕的 人能把我這樣 他做到什麼事呢 是做不到的 這裡沒有轉 對不起 翻轉下一張 好 我們明白人有罪 我們自己有罪 人也有罪 人心被賣物都毀壞 壞到極處 誰能識頭 我們明白人的罪性 就沒有那麼激氣 其實很多時候有些人說 哎呀有沒有搞錯 這個人會這樣 有沒有搞錯 我家人會這樣 他跟我說有沒有搞錯 我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他說這樣就很失望 人就是很多地方失望 但是神是不會失望 但是那些人不好 依然有他好的地方 還有這個世界真的有很多好的基督徒 也有很多不信耶穌人 也挺好的 這個世界不是說 什麼都是壞了 但是有些人就是接受不到 有沒有搞錯 會這樣 這個世界就是有罪 所以我們需要耶穌 我們看到人的罪 不用那麼驚訝 不用那麼生氣 看看一些人的罪性的表現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這些 就會很生氣 見利忘言 哇 本來是好朋友的 完全會出賣朋友 會騙人的錢 哇 生氣得不得了 譬如你的好朋友 你跟他夾粉做生意 誰知道他拿了你的錢去騙你 這些事情真的有發生的 所以基督徒也要分辨 我自己就覺得 聖經有說一句話 你語不信的不要同父母騙 這個不只是說結婚的 就算是最好的朋友 以及最重要的生意的合夥 都不應該合作 但有很多不一定是不可以的 譬如你上班 旁邊的人不信 你是不是不能跟他合作 做事是不一定的 這是我們去分辨 即是說有些事情很重要 找基督徒 愛著基督徒 基督徒有很多等次 有些基督徒會騙人 有些基督徒是可以不得救的 所以我們要分辨 有些女生說 哎呀我認識過了 基督徒很好 真的很好 她追求你當然好 即是沒有看到她是基督徒 就以為她一定好 或者利用人 哇她原來是利用我的 誤告我 她在背後說話 誤告我 造謠 那個人有淫念 不是會犯奸人 有沒有搞錯 即是我們有時會覺得很憤怒 或者會生氣人 挑釁 哇說句話 挑釁你 或者跟你對立 哇甚至有人會殺人 會傷害人 或者驕傲自大 我們看到人這樣就很激氣 或者其實我們自己有時都會利用人 為什麼利用人呢 是希望藉著關係可以得到工作 藉著關係可以得到人的對他的益處 這些都是我們有時會利用人 或者有時會做一些事情會傷害人 利用人 而聖經說 這個暴露的人 嘩 那些口出 那些好像子彈一樣 在裡面充滿怒氣 但是 溫柔的人是有福的 當一個人對我們不好 依然善待他 這個人是有福的 而聖經說到 原來柔和是更加有益處 為什麼有益處呢 回答柔和使勞消退 言語暴淚 觸動怒氣 即是說他明明是他發怒 不過你柔和和他聊天 他可以的怒氣就會平息 他能夠是柔和 譬如我一陣子也會說一個老師 很特別的 他真的有一句方法 他說有個小朋友經常偷錢 這個老師就跟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也偷過錢 他說老師你也偷過錢 是的 我以前也偷過錢 所以我知道偷錢 你偷什麼 你第一次偷了多少錢 你現在偷錢 要來做什麼 他就告訴他 我馬上跟他聊天 他有這個方法 但他接下來會改變這個人 還有柔和舌頭能夠截斷骨頭 那個人很硬 但是柔和可以改變他 你越硬 他就越不改變 好了 粗魯急躁和溫柔的對比 大家看看 粗魯急躁是令人不舒服的 我相信你認識的 有些人也是 不過很多人 我們要明白 粗魯急躁和柔和 是有程度的 有一個層次的 有些人是極度極度粗魯的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不是那種人 不過被人激兩激 就會激氣那種 可能很多人都有 或者看到他不聽話 就會激氣 是有的 每一個層次不同 大家可能還未去到最差的層次 但可能有些時候你會激氣的 這個是需要處理的 譬如我自己選擇 譬如和我們一起合作的人 有些人做錯了 很多人就說 很容易說一句 就算溫和一點 說有沒有搞錯 怎麼會這樣錯 再溫和一點 你知道很嚴重 或者又錯了 這些說話其實是令他不舒服的 但我通常怎麼說 我說不要緊 下次可以留意 為甚麼呢 我現在說 為甚麼會錯 不會改變事情 反而他又留了一個不好的印象 即是和言牧師合作 一做錯 你就不開心 所以有些事情做錯了 不要緊 無所謂 不可以死 下次來 輕鬆面對 也不會加憎我的損失 反而不會令我損失更多 因為如果令那些人和我一起合作 如果令那些人和我一起合作 不開心的話 損失更多 所以粗魯令人不舒服 但溫柔便令人舒服 即是他明明發生氣 但你依然是溫和地對他 我知道你有些事情很激氣 我知道你很難接受到 是的 在這個情況是很難接受到的 即是接受他 這樣的時候他會覺得舒服 第二就是 粗魯急躁一定容易傷害人 而 溫柔的人是令人更加柔和 即是傷害人更加柔和 第三 急躁是容易破壞關係 是會破壞人際關係 有時候人際關係破壞了 是很難收復到這麼好的狀態 例如我太太 如果我跟她去街上 她很開心 我跟她說話 她是很開心的 我永遠都不想失去她那種開心 即是我不想有一天跟她說話 沒有什麼反應 她不是很好反應 我是喜歡她的反應 所有她對我好的地方 如果我令到她失望 一次 兩次 三次 十次 她開始沒有什麼反應 所以這個 大家會知道 如果你結婚的人會知道 你跟拍拖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反應 是不是拍拖的時候 很開心的反應 結婚這麼久 去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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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反應 但是 去街上也像拍拖一樣 吃飯也像拍拖一樣 是開心的 其實 為什麼不享受 聖經講是享受 為什麼呢 你要常常主恩的滋味 就知道她美善 投靠的人是有福的 你嘗一下滋味 其實我們人生 是應該嘗一下 吃飯 嘗一下滋味 和人聊天 嘗一下那種開心 你看到人 看到她的眼睛 看到她微笑 看到眼睛有神 你開心 什麼都可以享受 對嗎 做人是開心很多 但有些人不是的 什麼都是激氣怒吵 其實是很慘的 而溫柔是建立關係 第四 粗魯是改變不了人的 你越粗魯越難改 但是溫柔容易改變人 第五 粗魯是容易破壞事情的 事情更加不順利 但是溫柔能夠處理到事情 粗魯自己不開心 但是溫柔自己平安 輕散 因為神會照顧 所以什麼都不用怕 而很重要 這個溫柔一定是從神而來的 時時將神放在我面前 我就逼致遙動了 因此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說過好幾次 這個互動的討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 我希望大家記得 用 為什麼用呢 聖經說了 我們親近神神 親近我們就多結果子 我們尚在祂裡面 祂尚在我們就多結果子 即是神喜歡 即是真心祈禱 他一定喜歡 所以祂喜歡 我是不是可以喜歡 當然喜歡 他因我們歡欣喜樂 默而愛我們 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所以我們感謝神 是可以歡喜的 哈利雷亞 我讚美神 神就歡喜了 多謝耶穌 哈哈哈 是可以歡喜的 我幫助人 一杯涼水 神都喜歡 就不是驕傲 我做得很偉大 不是 我們做什麼事 是神的恩典 神會紀念真是好 那我就開心 其實從早到晚都可以開心 我跟人好 相處得很溫柔 神又喜歡 我又可以開心 哈哈哈哈 我們可以自己開心 又傳遞開心 是真的 真是真開心 有些人說 那不就很假 那你沒有開心 當然是假 但裡面 是充滿喜樂 就不假了 對吧 還有呢 平穩安靜 好像斷過奶的孩子 在母親的懷中 在神的懷中 哈利雷亞 在太太的懷中 在你的家人的懷中 享受平安 這些大家都可以享受的 那就叫我們心 平穩安靜 好像斷過奶的孩子 在母親的懷中 而對人多說 恩典的說話 恩典的說話 我愛你 我欣賞你 我祝福你 我歡喜你 我欣賞你做的事 你真的做得很好 這些欣賞的說話 人們聽到是會歡喜的 我看到你的長處 我看到你的恩賜 真的 我都會和你一起幫助 你如何發揮你的生命 恩典的說話 不過有時候 要處理一些事情 有些事情要處理 就要用一些律法的說話 但律法不一定要嚴厲 其實我以前 我看聖經以前 我現在一看聖經 我已經馬上看到 我心裡有的 恩典 神的祝福 神的幫助 我用紅色 相反就是藍色 藍色就是神的警告和懲罰 然後綠色就是 我們應該遵從神的地方 愛神 遵從神 愛人如己 這樣 我們是要幫助人去做事 但是 幫助人做事是可以用綠色 就是說 我們可以這樣做 不需要用藍色 很多人 教人做什麼 你要這樣 你不做這樣 就有什麼效果 這個是藍色 就是警告 懲罰 我們不用用警告 懲罰 來和別人溝通 那是怎樣的 探討引導 我們可以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有時候會遲到 怎樣解決 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溝通好像有點困難 我們怎樣解決 聊天不用 有問題就不用生氣 有些人覺得 有問題就要生氣 其實是無法解決的 第二 也要教導 如果我們溝通時 溫柔一點 會不會好一點 如果 我又聽你說話 你又聽我說話 好不好 其實是正在做教導 你聽我說話 我又聽你說話 是比較好 吩咐 有些人還不去倒垃圾 這句話是不好受的 快一點 做得這麼慢 像雞手鴨腳 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但是 你幫我真的好 你一起幫我做好不好 舒服得很多 有時候也要指責 讓他知道 我們一起練師班 敬拜 但是遲到了 會怎樣 這樣 讓他知道的後果 但是你不用罵他 有沒有搞錯 你遲了這麼久 我們等到你很久 但是我們可以說 你這次遲了 你覺得有沒有影響 又不用即時說 過後才說 單獨一個說 都是一個指責 但是真的去到 其他用不了 才用指責 盡量避免這個 這個就是溫柔 真的從心裡 我的QR Code 其實在我網上 這個 Google Drive裡面 是有一個 櫃檔 講到我的PDF 這些全部你都可以放在你的手機 你看我的YouTube耳目C 你就看到下面的文字 其實有講到Google Drive裡面 就有 給你的連結 你進去之後 你看到其中一個 就是PDF的櫃檔 裡面就有這樣的PDF 即是我有這個二維碼 你就可以進去 你進去 這個二維碼 只是進去這個檔案 你下載了在你的手機 你就可以用來幫助人 就是說 我們有這個溫柔的言語 然後怎樣呢 就算有些人被過犯所剩 我們屬靈的人 都用溫柔的心 把它挽回過來 就是說 有這個人犯了罪 我們不是去罵他 我們用溫柔的心 但是很多時候 人是不知覺的 不知覺就會說 你又做錯了 你太多刑侶了 他是有刑侶的 不過我們可以不用這個方法說 你覺得 你家人這樣對你 是否有影響 你的內心是怎樣的 即是用一個探討的方法 就不要用了一種 你又生氣了 你生氣有沒有用 這些是令到他更加不舒服的 所以我們幫助一些不好的人 我們都用溫柔的心 我們一起起來祷告 請我天父 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是柔和 謙卑 你對我們很溫柔 求主幫我們反思 我們對人有沒有用溫柔的方法 應該是粗暴的方法 求主感動我們 改變我們 讓我們在一個心底處 充滿溫和的心 因為神是照顧一切的 神是溫和的 而溫和是更加有效的 求主幫助我們 學習如何用溫柔的說話 用恩典的說話去祝福人 用柔和的說話去祝福人 也用柔和的說話去引導人 幫助我們不要被惡人所影響 而是我們想想如何用溫和的心去改變 在這一陣子我們也要想想 有誰我們最容易罵的 有些人最容易罵的是誰 是配偶 我們在這一陣子反思一下 我最容易罵的是誰 最容易激氣的是誰 在這一陣子讓大家反思一下 你也要求神給你悔改和改變 親愛天父 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永遠對我們是溫和的 當我們很多次犯罪 你依然溫和地感動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 用一個溫和的心 活在這個世界上 有溫和的心 有溫和的言語行為 去祝福人 去改變人 求主更新我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Hallelujah 祝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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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